哈囉大家好,我是有機小妹 上一支影片介紹了譚妮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介紹 提到屋頂防水的時候 很多人的腦袋就會浮現一片綠油油的畫面 就會聯想到PU這兩個字 PU的全名是Polyurethin 中文是聚胺脂 它也是一種高分子聚合物 它很廣泛的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例如輪胎、塗料 還有一些海綿製品 甚至是生活必需品 套套,有一些也是用聚胺脂做的喔 想知道有哪些套套是用聚胺脂做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私訊我們喔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如果要仔細介紹PU的發展歷史還有特性的話 好幾集都講不完 而且這種換比較多、實作比較少的影片 點閱率都很低沒有人看 例如 我們這集著重在眾多PU家庭中的一支防水中途產品 水性PU防水材 水性PU防水材跟傳統的油性PU是不一樣的 水性PU防水材在私做時比較簡單 如果後續有需要修補的地方也會比較好修補 跟油性PU比起來更沒有臭味 對於DIY來說 水性的PU防水材是比較適合購買的產品 大家私做防水的時候如果決定要用水性的產品 那麼底漆、中途跟面漆就都用水性的會比較好 除非是廠商有特別的工法 不然中間不要再用油性的產品 因為這樣子很有可能會發生接著不良的狀況 我們拿之前屋頂防水影片中使用過的 艾克斯L531水性PU防水材來做舉例 市售的水性PU成分除了水性PU素質之外 通常還會再添加綠丁橡膠這個成分來增加塗料的韌性 有時候還會再增加一些壓克力素質來增加防水性還有柔韌性 現在馬上打開讓大家看看 水性PU跟上一集提到的單一型彈性水泥一樣 它開罐然後攪拌均勻就可以馬上使用囉 它的質地長這樣有點稠稠的 使用的時候通常不需要加水 如果覺得太濃稠的話可以加一點點水 加的水不要超過7量的5% 差不多就好了不用太多 那我們試做的時候可以用滾輪 刷子或者是鋸齒蠻刀 還有橡膠刮板 不太建議用噴塗的 因為這樣子漆漆會很難洗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滾塗給大家看 完成 現在就等它乾吧 等它乾了之後我們會再上第二次 等到第二次乾了之後我們再來看它會長怎樣吧 乾掉之後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摸起來會有一點回黏 讓大家看得更仔細一點 上面看到的這一些是滾輪的痕跡 因為中途通常會比較濃稠 所以在滾塗的時候這些痕跡沒有辦法避免 除非你拿蠻刀用抹的才會比較平整 建議大家在試做中途的時候要做兩道 厚度會比較厚效果才會比較好喔 那記得要等一道乾了才可以再上另外一道 至於水性PU的彈性還有韌性 我們準備了另外一塊板只要來進行測試 那這個底材它是水泥板 我們在中間做了一道割痕 它不只可以這樣 還可以這個樣子 它可以180度的對折 那對折完之後它還是可以再恢復原樣喔 登登 恢復原狀了 跟剛剛的是不是一樣呢 可以看得出來 水性PU的彈性跟韌性都是很好的喔 提醒大家 水性PU這種防水材是作為中途層使用 底部一樣要上底漆 最上面一樣要上防水面漆來保護它 中途就等於我們漢堡裡面的肉排 它只能在中間 不能在上面或者是下面 如果以艾克斯的系統來施作的話就是 底漆選用L510通用型防水底漆 中途使用L531PU防水材 面漆使用L551補肉絲防水隔熱漆 這個樣子就可以形成一個完美的漢堡囉 我們準備了一塊板子 讓大家可以看看每道工具完成後的樣子 這裡是底材原本的樣子 底漆會滑透進去並形成一層薄膜 中途用來增加防水層的厚度 面漆作為這襪塵的保護 可以抵擋紫外線反射陽光 層層疊疊 這個就是屋頂的防水套套 有關施作防水順序的影片 我們會放在這邊 如果不知道怎麼施作的話 記得要去看看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提到的產品資訊 我們會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喔 任何有關防水的問題 也可以在油漆小哥的臉書社團提問 千萬不要害羞 下一集是非常多人有興趣 非常多人敲碗的防水面漆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順便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加入油漆小哥的臉書社團 這裡是油漆小哥 我是油漆小妹 下次見掰掰 掰掰